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平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跨越遠洋的旅程 海上冰花水 順序很蠢 不重要 基本上通關不難 所以水浮石多一點就解決了 所以就是弄多一點水浮石出來吧 昇華二 忘記跟大家提醒 現在是在打昇華二的關卡 看來他好像不太願意給我 好笑的捏齁 這是我看過最厲害的消豬 完全沒有消到攻擊豬 這麼多回合居然生不了幾顆的 五顆以上齁 所以我把它弄在左邊 算是集氣這樣 因為我怕下一回合也會有類似的狀況齁 所以左邊我把它擠在 左邊 太刺激了吧 一次把我消掉 而且是這麼漂亮的消法 哇操 哇操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天將直接把我那個 我已經做好那個 已經不會被消了 還能夠直接把我消掉 最精彩的就是莫過於死 六粒以上齁 抹消掉 對 你看看這種關卡會特地設計齁 就是 讓你 這個 出現攻擊力的這個 激力變低這樣 沒有 不過便機沒所謂 我們就自己做出這個 柱子來 六粒以上 我們再多擠一些 旁邊他怎麼消我們不管 我們不管他 因為我怕最後一回合我過不去 所以我基本上我這邊做一個 就是 多做幾顆柱的動作 六顆 那邊還會再生一顆柱來 天將就會直接把我的攻擊柱消掉 九顆 轉下去吧 一二三四 好 這樣就九顆了 哼 先這樣太可怕了 好 以上是這個多霸海盜 昇華二的一個攻卡示範 等一下我再為大家來拍攝昇華山 好 謝謝大家 掰掰